大家好,今天要介绍的影片是由对冰莲主演的。 阿莲是一位27岁的新人妹子。 在影片中,她是一位英文女老师。 由于她本身就是每日混血, 所以在语言方面有天生的优势。 阿莲除了在学校教书之外,平常也上门授业。 小王同学因为马上要考大学了, 所以特地请阿莲老师来家里辅导。 小王的父亲老王,对阿莲表示非常感谢。 还说自己儿子小王很笨,请阿莲多费心。 并且还夸阿莲长得漂亮,英文又好。 说着说着,就问阿莲要不要当自己的女秘书。 还会给她很高的薪水。 看着老王色咪咪的样子,阿莲当场久拒绝离开。 事后,阿莲有些不开心。 她觉得自己被学生的家长盯上了。 可为了帮助家里的经济, 自己却只能无奈地每天上门授业。 几天后,阿莲再次来到小王家中。 这时,老王出门迎接。 并表示,小王离时有点事,出去了一下。 阿莲听后,本来想离开。 老王急忙挽留他,说他来都来了,就一起聊天吧。 看着阿莲不情愿进屋的样子, 老王的眼里,闪现出了狼一般的绿色目光。 果不其然,老王趁着与阿莲独处的机会, 开启了霸王硬上功模式。 可他们没有想到,其实小王早就回家了。 他看到老王和阿莲正在混战。 于是,就躲在门外气愤地观看着。 几天以后,阿莲再次来到小王家里授课。 看着阿莲满脸疲劳心不在焉的样子, 就知道,他和老王的互动非常激烈。 这时,小王在本子上写下的内容, 引起了阿莲的注意。 原来,小王把他的想对阿莲说的话, 都写在了本子上。 阿莲见状,略显尴尬。 而小王则一不做二不休, 开启了行动。 几周过后的一个深夜, 老王找阿莲聊天, 说是小王最近学习更有干劲了。 还是阿莲教育友方, 并让阿莲继续努力。 说罢,就主动离开家里, 给阿莲和小王提供孤男寡女独处的机会。 老王离开家后, 小王马上出现。 他激动地对阿莲表示, 今晚要彻夜学习。 可小王不单单是自己学习, 他还叫来了好友铁蛋, 人多才能激起学习的激情和乐趣。 那一夜,阿莲第一次发现, 原来学习也是需要体力的。 渐渐地, 阿莲来小王家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 这天三人在客厅聊天, 老王表示小王近来进步很大, 小王则表示, 都是阿莲老师教育友方。 老王听后, 也想见识一下阿莲老师的教育方法, 于是, 也让阿莲教自己学习。 小王一听, 坚决反对, 说阿莲教自己已经很忙了。 阿莲看着王室父子俩猥琐的笑容后,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, 因为老王总是让他加班, 却不给加班费。